李强生校长也知道,我们就跟校长一首,他就把这些奖学金,当时捐了,有学生以我的名义,捐了大概共35万,他就给我成立了一个房屋委员奖学金,那在李强生配修之后,他就想,应该把这些奖学金全部备成台湾法。 这样的话,任何个校长都没房屋,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文校基金会,以拆盘法式的名义,但是我记得上登记的话,他大概是七八十万,到现在可能将要三千块,九十多元,于我所知,所以这是李强生校长的功能,他因为学校独校, 一大笔的奖学金,但是这个奖学金变成基金会以后,就冻结了,就是这个利息,所以这个利息实在是不够,利息现在很低了,但是很高,现在很低,所以学校要靠这些奖学金来奖利息,我们学生们实在不够, 而且还要靠这些奖学金,而且还要靠这些奖学金,而且还要靠这些奖学金。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归播给李强生校长,李强生校长对学校的实践实在太大,谢谢各位。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想那个李强生校长,他在美国也是一直新信念的大臣这边,包括他的职业名就是像李强好,也都持续在设立那个李强生文教基金会,也持续对学校这边,持续做一些捐助跟安全上面的一个资源, 好,这边也感谢那个李强生校长,还有李强好,然后那个,在这边的部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要对李强生校长做名来,做支持的,那个,方学长,没有,还是等一下我们参会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再说一下,这样子好,好,啊,这边就非常感谢那个李强生校长,为大臣这边留下的一些点点滴滴, 谢谢第一个人,接下来 谢谢 李强生校长最识会到一个段落 接下来,由我们赞校生来欢迎历届的校友文鸯酱 首先是本校音乐班的苗彦 音乐班的三首曲子来欢迎学长,学姐的到来 我想這邊也在補充介紹 大城府中這邊大概這幾年的一個發展是一個多元學習的角度去做各方面的發展 所以當然除了我們音樂班的部分 當然之前音樂班也在李小生校裡面創立 包括黃金水老師也一手去打造這個音樂班 除了音樂班之外 在這幾年的部分我們還有發展其他的社團 包括管樂的社團、鼓樂的社團 還有移政的社團 還有各種運動的社團 我想也是希望說提供學人是一個多元覺醒的一個環境 所以這邊當然相對的就是有需要很多的資源 這邊也是感謝校會這邊一直都大力資源在這一塊 謝謝 給我想坐騎這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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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